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 一晚上的时间 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十倍 达到了三千多 那期的遍题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上了一次热搜 那期的遍题叫做 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 我的持方式不该回 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 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 给我发来消息 我问他什么事 他说也没什么事 我就看看你回不回 我当时理论里的一句话 叫以回味之父 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 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 当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 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 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 看到我就说 昨天那个以回味之父你看了吗 我说我看了 那个人跟你崇明 很多朋友很关心我 说上了节目之后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是不是挣到钱了 谁谁谁 现在出场费可高了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 我现在的出场费 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 我这么说吧 我是唯一一个 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 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 我还问人家 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 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忽兰太贵了 就他们想请忽兰 但是请不起 他们觉得我跟忽兰长得像 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 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 打开忽兰的购买界面 点击放到购物车 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 于是退回购买界面 发现下面写着一行 猜你喜欢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 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 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 办商务活动 办年会之类的 想请忽兰请不起的话 那你们就别办了 好吗 请个脱口秀演员 还要找评替 他们现在基本上 如果不能撕灯 就一灯也不给了 就没有必要了 对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 该不该回 这个问题啊 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 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 而且最可惜的是 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 还老在那说 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 要从用户需求出发 我觉得你要是真 从用户需求出发 一个办公软件 到了晚上六点 应该自动停止运行 谁在运行 手机直接爆炸 一人加班全家遭殃 这才叫真正的 从用户需求出发 而且好多朋友问我 就是你经常加班 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 这种生活的 就是我给 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 想办法的人 就是我会 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 职场里太快了 我会在生活里 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 去中和 比如说我每年 都会追一部电视剧 叫做《香酸爱情》 哇那个节奏 太让我舒服了 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 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 我觉得听东北话 有一种被PUA的幸福感 就东北话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东北人第一个特点 东北人喜欢 用问题回答问题 俩一张面 哎李哥你咋来呢 我咋就不能来呢 我觉得我被说服了 对他能来啊 有啥不能来的啊 第二个特点 你跟东北人说话 你永远感觉 他旁边是有人的 他不是一个人 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 都不用跟你来一句 你别跟我俩装啊 你跟谁俩 我想那个人在哪 哪还有个人呢 这是 第三个特点 东北话的核心科技 就是要啥像啥 妈我想吃雪糕 我看你像个雪糕 妈我想吃肘子 我看你像个肘子 我就特别希望 我老板是个东北人 我就可以跟他说 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 已经空了一年多了 咱那个经理老板 说我看你像个经理 我说谢谢老板 等了你一年了 逮着你了 我觉得 其实东北话语 大成者 就是每年我要看的 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新 哇里边两个角色 我太爱了 刘能和赵四 每当在工作里 在职场里面加班 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 我都在想 如果我们都能用 刘能和赵四的方式 去沟通 那么可能很多矛盾 就不会产生 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诶 这 这 这会儿 傻 傻钱做完 就你慢慢来 不着急 是吧 我也不着急 我说那 那 怎么 怎么 两周吧 你别整个没用的 一周能醒过 谢谢大家 愿你们就能过得开心 我是子音 谢谢忙 老婆 谢谢子音 好 子音 最终获得了 除东北人外的所有人的认可 来 这位来自东北的文化老师 为什么没拍摊 其实他 就是后半段 我听得是非常开心的 对 就是他抓那几个点 都特别准 但他前边 就是有很长的时间 让我走在一个特别贴地的 特别像那个辩论节目的延伸的 另外一个说 对 其实是 我跟子音就是在辩论节目 认识的 觉得特别好 但是 种种原因吧 三灯不能走得更远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感谢三位老师给我拍灯 对我的认可 也感谢罗老师 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吧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对 然后 希望能在 以后能给大家一个 更好的面貌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子音 希望明年再见 对 可以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这样没有四灯 直接走啊 真的太残酷了 大家好 正眼闭眼 全是写稿 还快乐不止五分钟 这三个月 我架在一起 可能也就快乐了五分钟 就是第一期 我从底下 升到上尾去的时候 五分钟之后 我把上尾去的 沙发做踏了 很尴尬 我也是第一次录节目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假装 没事在那坐着 当时那个黑灯老师 坐在我后边 他还问我 毛豆 你是不是给沙发做踏了 我说黑灯老师 你这个耳朵确实好使 他说不是 你压我脚了 快乐不止五分钟 这句话 特别适合我妈 他看到任何 感兴趣的东西 都想一定尝试一下 我十八岁那年 看了一个电视剧 叫十病突击 一个月之后 他带我报名入伍了 我说妈 怎么你沉浸了 我去体验 幸亏他看的是 十病突击 看他又是振环 这样不得给我 送贡里去 我之前明明是个厨子 我在饭店干了三年 从洗菜到切菜 马上就能上灶了 我当病去了 后来到部队人 问我有没有 特别拿手的菜 我说我鼠塞啥辣 洗得特别干净 我小学初中 过得都特别的快乐 后来就顺利地 上了中转 我们那个中转 叫的是钱贡汉贡 连叫我们做饭 那个老师原来都是汉贡 成天上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炒菜 下半节课 叫我们怎么汉贡 我就学厨子 是因为那边 我看了一个动画片 叫《仲华小当价》 那个漫画 对我影响特别大 它是个热血漫画 特别重二 我上学第一天 老师问我们 为什么学厨师 我说因为热爱 因为碰饪 会给人带来幸福 同学都梦了 不是因为咱们 学习不好吗 当我长大之后再看 我就感觉 这个漫画有点问题 那漫画应该 就是厨子画的 漫画里那个国家 那个厨师的地位 告到人人迷惑呀 小当价从 厨子夫上 到旷夫正义 警察和大夫的活儿 全干 小当价走在大街上 看见一群人在打架 就说喂 不要再打了啦 你算老几呀 我是一名厨师 他们就散了 你现实生活中 怎么可能呢 一群人在打架 你跟我说别打了 我是个厨子 那群人都梦了 那你补上半吗 厨子有什么可狂的 那个小当价 天天也不上半 天天云幽丝海 我记得有一集 是到了一个村庄 那个村 所有人不知道 是得兵了 还是中毒了 找了各种大夫 都没治好 然后小当价来了 草两盘菜 好了 这个事要是震的 这个毒就的厨子 是瞎的 厨子治病多奇怪 人家问你 大夫 这个药是饭前尺 还是饭后尺 小伙儿 你这个药就是饭啊 而且那个漫画 跟所有漫画一样 还有一个反派 他们反派是一个恐怖组织 叫黑暗料理记 我能理解 一个恐怖组织 里面有厨子 但是我不能理解 一个恐怖组织里面 全是厨子 那有什么可恐怖的 你怕他不洗澡 油烟味大呀 真的这个恐怖组织 12315就能给他们解决了 动画片里面给他们讲的可邪恶了 讲他们有正负世界 上人家村里抓小孩 抓完之后强迫这些孩子啊 学做饭 我说大哥 你说这个不会就是技校吧 这邪恶在哪呀 而且我到现在都不太能理解 一群厨子 政府世界要干什么呀 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奴隶 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长的 从早到晚给奴隶们做饭 我说你那饭店好好找个伴上 不行吗 要说恐怖感觉小当家更恐怖 小当家炒的菜会猫灌 都不是那种淡淡的光 那杆一打开跟探招灯一样 那强度刺眼 我说你这个不就是汉弓吗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死马当活马医了 冲刺的冲冠军了 辜负观众的这个期待 死马当活马医了 冲刺的冲冠军了 哦 猎猎猎猎猎ノ 烤尿 大家好 我是儿乃 啊 谢谢 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 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小心乐极生悲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你看乐极生悲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悲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 只有三种 中杯 大杯 超大杯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 哎呀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 啊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啊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 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 不是 这是我的蚊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蚊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纹身 但是纹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 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说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 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 很活呀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 李淡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 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呀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应该干啥 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 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 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 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 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悲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布兰 一开始他们说 总结赛第二轮有题目 我说到这时候了 还命题作文 结果他们说 题目是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最后五分钟我想说 这题目真好 最后五分钟我想 这咋写跑题 咋写都不会跑题 我就高考语文作文题目 这样多好对吧 这八百字我想写为题 写八百字 真的我写不出稿 我刚才说论道 蹦极 我还去海边去找灵感 本来还想 我说一做一天 会不会有人认识我 看我啥的 结果就海边那个救生员 总看我 都觉得这人这么痛苦 是不是想跳海啊 但这文化水平也不行啊 这一封一书 都来了三天了 还没写完呢 其实写稿不应该去海边 因为大海不光 不能提供灵感 还容易让人豁达 我在海边想一天 稿没想出来 人想开了 我觉得做大王有什么意思 我想做大海 大海多好天天 涨潮退潮 涨潮上来说 看看这人写成什么样吧 结果一看什么玩意儿 退潮了 真的 大海说 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在这个地儿 上一个 这么想当大王的 那还是齐桓公 我说那大海你知道吗 齐桓公跟脱臭大王 有什么共同点啊 他们都得靠管仲 最后一篇了 就想让观众们快乐快乐 真的写不出来 我跟导演说 我真写不出来 导演说没事 想开点 我说行了 就不写了 他们说 哎呀 你想到太开了 我说一天天的 要我想开 都又不能想到太开 我说一天天 活得寒暴待放的 男人花 摇曳在红尘中 一样对吧 我现在也不做规划 规划没有用 你想想看 19年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说 三年后 你会因为疫情 在青岛路脱五 然后在总决赛 争大王 这一句话 我是一个词都听不懂 什么是疫情 怎么会带青岛 脱友大会 能搬到第五届 我还没拿大王呢 我之前做互联网教育的 互联网教育 你听听这俩倒霉行业 去年采访之前 都是问我 说昏老师 你是怎么辞掉 这么好的工作 来说脱口秀的 到了今年参访到 说你是怎么 预判到这个教育行业 按照这个趋势 再过两年 你是怎么预判到 这个脱口秀行业 他们还经常讽刺我们 说什么 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才知道谁在挪泳 有没有想过 本来人家没在挪泳 那泳库不是被潮水 带走了吗 但就今年 脱口秀这个行情 我感觉我的泳库已经开始松动了 我真的 我现在就是能快乐就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我现在看综艺好笑乐 尬了我也乐 我就觉得我看的已经够难受 他演的一定比我还难受吧 我们之前拍广告也是 我们出去拍广告 程璐 我俩 他演唐僧 我演猴 演了八个小时 我说程哥 要不然咱们还是好好说脱口秀吧 程哥说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是因为好好演了脱口秀 才有机会演猴的 说完我心里更美 美好玩啊 他都好 开心 开心 最后啊 最后我想说 最后 最后我想说 我没啥想说的 都说完了 谢谢大家 我回来 男人花 寒暴欲棒 又给古语吧 是天气动吧 我手都拍红了 对 他这里面说了太多太多 我想说的话 但是我们是找不到方法 和渠道去说的 所以我特别谢谢忽兰 替我们说了出来 你把那个文字都记下来的话 就是一篇特别好的文章 我觉得特别棒 很过瘾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拍 忽兰这一季 有好几个稿 一直在说 其实大家要珍惜自个儿 能快乐一会儿 就是试一会儿这个感觉 然后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小慧是不是之前 那个车间女工是吧 她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还挺开心的 今天是这个1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 没关系 我也有病 聊这个心理问题嘛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 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 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峰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 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 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 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 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呢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淡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淡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 想明白一个道理 那为啥他们结婚 喜欢找未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啊 已经离过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 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她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 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大小小会 大选都跑不弯了 扑面而来 扑面扑面而来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快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 我都不焦虑 你说豆豆你们焦虑什么 但是刚才彭博老师说 他是色弱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我也是在知道 彭博老师是色弱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 分为红绿色盲 蓝绿色盲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盲 和不好看的色盲 但是我也确实 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 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 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就忘了 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 才发现原来大家 对一个病人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 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 确诊了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 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 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 还有同学出来 说紫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发现我在那看不上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 我说紫上 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 是因为我太粗心了 是吗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但这个病 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而且色盲 作为高中生物的 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 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 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 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至少 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 那他们的金型是大A小A啊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 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 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 看到红绿灯 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 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 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老师都懵了 说因为这个就是 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 我这红绿灯 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 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 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 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 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 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他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 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超高 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啊 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就发现啊 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烘托 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 我给你大妈在那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把人在那里给大家 这个要满 感觉怎么样 嗯 开心嘛 反正是感觉是把自己的状态 也提到最高了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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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是谁啊 冠军 徐志胜一共得到了 四个领校园的牌灯 20票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观战间的朋友们 哎 对 这个行 这个行 先问何广志 我不想看见他 智胜特别厉害 好像徐人启示 那个 应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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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特别喜欢智胜 我觉得智胜特别特别厉害 然后智胜今年能来比赛我也特别开心 真的假的 因为他来了之后就没有人嘲笑我丑了 哈哈哈哈 关键那广志现在老嘲笑我丑啊 他还是有这个资格的 他确实还是有这个资格 智胜的声音就跟他的脸是融为一体 但是何广志好像闭上眼睛 智胜这个人就是和谐 对 他的外貌发型这种喜剧的节奏口音 他讲的事都特别和谐 哎 可是何广志你想一想 他 你们闭上眼睛认真听一下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是一个帅哥的声音 我 是吗 广志你有一个帅哥的声音 呃 确实是 我其实除了脸 我除了脸哪里都挺帅的 除了脸都 哈哈哈哈 杨本比较直接一点 你嫌我什么答案 快 你就直说 你觉得谁和谁被淘汰 我觉得我们首先排出ROCK 哈哈哈哈 太直接 但是我平心而论的话 小佳和鸟鸟我真的选不出来 我觉得智胜能进 然后那两个真的选不出来 也是我们现场的苦恼 如果是他们三个 最后票都很高 杨本你愿意把你的资格 让给他们三个其中之一吗 哈哈哈哈 我愿意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啊 那不愿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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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也愿意这个事 哈哈 行 那不折磨大家了 请三位回到舞台中央 啊 哈喽 这两年许多行业 发生很大变化 我爸妈开饭店的 去年也关门了 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太赚钱了 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 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 正常吃饭 他说儿子 咱们开炫吧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他说你爹味真重 我说你是我爹 他说双Q 我说 爸别Q了 我是双猫胎世家 我爷爷生了双猫胎 我爸也生了双猫胎 我说爸 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 他说 我是你二叔 我说 那我爸在哪 他说 你爸的杨博出去玩了 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说 他得了重病 我说 你减减肥呀 我经纪人最近 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 有一天 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 不吃碳水 我说 但你是个乞丐呀 他说 对啊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 one liner 中文叫 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 五十个老师 和一千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 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 哈哈哈哈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60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18分 老师很生气 说 你信不信 我把达提卡 扔地下 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 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 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 没有啊 我自恋 哈哈哈哈 你们很聪明 很聪明 嗯 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啊 你们觉得无聊 可以先投票 嗯 我想 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 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赢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能怪我妈 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 愿意 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神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美女 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谢谢 我说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啊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呢 天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逗笑我 下马拉 谢谢 哈喽 我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 是杨蒙恩 和建国博洋 要在我们三组里 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 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效果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 可以上热搜 是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 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 在上海 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 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 但里面试的是翻译 我大学专业 叫水产养殖 我的笑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效果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塘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船 鱼塘里有鲸鱼 这都啥想了 天哪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都几秒钟 这秒钟就记得了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加起也斗不过我 太沉了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下暴雨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大老子肯定以为这不好玩 美好美美的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是唯一一样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 有鲸鱼 想完了 谢谢 杨波的一百九 谢谢杨波 喜欢杨波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杨波呢 其实讲了挺久了 是最近 尤其这一季节目 开始尝试这种 one under的风格 对 平时说话还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害怕 我平时是个正常人 只是在这个台上 像一个有病的人一样 我的观感是 我觉得你比 就仅仅只是上一场 都更熟练了 对 因为我上一场 我前半段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行不行 直到我讲到那个 老师那个梗 大老师给我拍了一个灯 当然 对 我才放松下来 谢谢大老师 我才放松下来 所以这次我就 更自然一点了 没那么紧张 看今天现场的反应 大家其实对这种表演风格 还是很接受的 对 还是比较接受 我还是挺 还是挺那个 我挺喜欢的 妙语言诸 对 我挺喜欢 关键它那个节奏很对 你知道吗 这种风格 它真的形成了一种风格 因为它最好玩就是在于 你把它每一句话都当真 对 然后呢 突然它说的全是废话 我第一轮的时候 我就是在模仿 我就是在模仿安东尼 第一轮之后 有很多人说我甜醉春油腻 有很多人说这个 但是我想诚信一下 我不油腻 我是在学它 这是它的动作 我是在学它 可能是因为它长得帅 所以它还好 我可能不好看 就是会显得油腻一点 然后到第二轮 我就没那个臭毛病了 因为 我第一轮是因为 我是三一份刚尝试嘛 第一份是完全在学它 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学它 我第二轮下来 网缅跟我说 你第一轮很像 你现在已经不像了 已经开始慢慢有自己了 我就很开心 就不像它了嘛 我希望其他演员也是 你们想模仿一个 其他成熟演员的话 早期可以模仿 但到后来还是要 有自己的 我肢体坐着吧 我坐着吧 我放松一点 耍上手机啥的 我竟然会记一些 乱七八糟的想法 脑袋里想什么 我这不一定能用 我这张脸吸引了不少人 他们都是整容大夫 我在家里面前 我其实是非常内向跟腼腆的 我家里人从来不觉得我幽默 我是觉得江坤和马迹江坤 包括侯宝林先生 就马迹江坤主要那个时代吧 他们可能的东西 会更贴近时代一点 会具有一些讽刺性的意义 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说 可能更接近通口秀一点 就是表达观点嘛 通口秀是个表达观点居多嘛 然后相声是 虚构一个故事居多嘛 这么看来我应该是相声 对哦 我应该是相声 对哦 这是我的理解啊 希望相声界同行不要骂我 但是我知道你们也不会 感谢观看 在街上或者在公园里瞎溜的 就是脑子里 就是平常是啥都不想嘛 比赛的时候是脑子里想的一个 想着一个梗 也许先说发散方向 我有好多梗的发散方向 是我七电动车时候想出来的 就是我七电动车 从我家里到 开封卖的场地的时候 因为那段时间 你知道你要上台了 但是你梗还不行 让人就很着急 那段时间其实脑子是转得比较快的 而且一片七电动车 是会活跃一点 哇 喝饮料好开心 我小时候很不能接受 瓶装水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水 它为什么要卖钱呢 然后从小时候再喝饮料 看一下这个湖啊 是我爷爷当年设计的 你看这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湖 我很喜欢水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没啥水吧 我很喜欢水 我到一座城市会去看它的主干河流 我最擅长的一点是看水色 是看水色 就是看这个水的颜色 判断它是不是很养鱼 这个就挺好的 坐一会儿 你们知道柳碟怎么做的吗 不是那不是 柳碟是那种管的 你把皮给包下来 把那个把皮给卷下来 现在有点老了 它那个皮已经老了 卷不动了 我拒进吗 还好吧 因为颜色祥嘛 我吐槽我是给颜老师写稿 当时就发现 颜老师他的语速 会比我们拖过水源要慢很多 但是他的气场很稳 他比我们气场都要稳 然后效果也贼好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也慢一点吧 因为我之前很快 大家可能没怎么看过 我之前的演出段子 我之前演得很快 而且由于我的说话习惯问题 我会有一些吐字不清 所以我想我也慢下来吧 我最开始的就是 把我正常的段子 稍微慢点讲 然后然后慢着慢着 就发现就忽然想到 哦这车过去没事 就忽然想到安东尼 因为我很久之前 就看过那个人 然后当时就觉得很 很深刻 但是没想到 就是没想过 能像他那样讲 忽然想到这个人 就开始行 我也把这方向写了 就开始慢慢写 就慢慢成为了现在的 他的舞台人格是个大混蛋 我肯定不能是大混蛋 我希望慢慢找到 自己的舞台人格 当然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希望 到明年夏季节目的时候 我能够有一个 稳定的舞台人格 我希望你一会儿 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 订阅的舞台人格 不过我 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讲段子的过程中你不能笑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也是要设计的 看来看这里有鸭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想养鱼的话 鱼汤里面尽量不要有鸭子 因为会吃鱼苗的 大家看一下这沙子都很白 一般白色的沙子都会有甜味 因为沙白甜嘛 我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放弃周锡默 带给我的《喜剧圣经》那一套的方法理论 因为那一套演法的核心 非常重点的在于表演 我没有表演能力 我的身体里面有一层屏障 它来阻止我去表演 我真的不敢去表演 这点是阻止我讲《喜剧圣经》那一套的一个障碍 现在讲one liner之后 会感觉自己很舒服 很舒服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表演 我在舞台上我任何的形象都是我那个声音 我那个状态 我只是通过侧脸或者转身去区分人物 就行了 我现在只需要的是装扎 营造那样一个舞台人格 就可以了 有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转型 就是有人问过我有没有 就会不会一直坚持弯乱这个风格 我现在告诉大家 目前会 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能耐 所以就继续努力吧 希望大家不会腻 因为中国我们是地大物博的 换一本人 不行的话我去唐人街 也可以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维持一个高质量的审美 哈喽 这两年脱口秀发展很快 内容也丰富很多 18年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 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会让观众同情我们 我坐地铁碰到观众 他说杨博 我给你刷卡吗 我说不用 我就住这儿 然后躺在了地下 最近呢 有了一点点知名度 生活少了很多快乐 我去逛鬼屋 被鬼认出来了 他说你是杨博吗 我更害怕了 他还把锁鬼叫了出来 排队跟我合影 路过的人都傻了 看着我 你是阎翁吗 我名字非常大众 去搜索引擎输入杨博 第一个字条 是杨博修脚 大企业 全国上千家店 别人名字有书卷器 我名字有脚器 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 然后冠名这个节目 以后这里写杨博 在领效员旁边 美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 让李丹拿起来 杨博修脚 心灵手脚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 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 给你们讲一个 我有人格分裂 但一直没人发现 因为我另一个人格 不会说话 不好笑吗 我就说不行吧 我们住的酒店 隔音也特别差 我在屋里练段子 隔壁投诉我不好笑 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 他告诉我 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 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 音乐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 都认识吧 对 是萨克斯 它的演奏方式呢 是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好 先讲一下乐理 这个叫笛子 这个节奏叫打笛 笛 打笛 打笛 是一个四三排 这个不是我弄坏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截拼在一起的 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 Everybody 这个太可笑了 哎呦 不闹了 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 好 音乐是我自己做的 没有版权 这个作品叫《我的2021》 又名《我的去年》 二 一月 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醒来发现 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 挡在了门口 我一脚踢过去 是我爸差气的 三月 我去学开车 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 我不服气跟他顶嘴 他说杨波你记住了 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 这些脏话都能用到 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街啊 比如开过山车的 六月 我去重庆演出 我去重庆演出 第一个段子 调侃重庆人口音 勒勒不分 现场全是重庆人 场面一片死寂 他们听不出区别 八月 我没写出来 十月 脱口秀大会播出 我在路上走 一辆车减速 能合个影吗 我说可以 但这里不能停 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 我拒绝了 他骂我 我赶紧追上去 我说兄弟 咱俩一个驾校的 啊 十二月 我报了个防骗课程 当天我去了 老师没来 虽然老师没来 但我感觉上了一课 好 胡闹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想 我说一下 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 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 我楼下301的小伙 每天抱怨302大爷 把垃圾放他家门口 天天吵 我找到301 我说兄弟 你才20岁 那大爷都60了 他打不过你的 两个人真打了起来 大爷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内疚 再也不把垃圾放三楼了 编的啊 最后我想说 我写的笑话很奇怪 我知道 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 我也是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 讲完了 谢谢 没事 要说点啥吗 说点吧 加音乐这个吧 哎呀 就第三轮本来想弄的 但是觉得有点风险 因为很奇怪嘛 就没有 然后